好了下一套了 今季比較特別一點 其實不想動漫無雙的作品 這一套真是 今季動漫不OK 為了看這個布袋無雙 變成這樣 很慘啊 我為了追其他搞到我沒了看一套 你應該回去提回 補回吧 剛才我們吃飯的時候 我們跟他講過 他說他不是每一套都看 人生變得完整的 真的要看這一套 這一套就是東尼劍遊記的 去怨的布袋戲 這一套正確來說 應該叫做 東尼約賽記 東尼新仇傳 或者東尼影帝展 整班都是影帝 我們新回介紹 我們新回評價不是很高 因為它是一個很普通 很經典很公式的故事 一個女子終於滅門之禍 帶著一個寶離開之後 都送見一個江湖合議的意思 互相相助幫他一起打魔王 很普通 我那時候還要說 如果之後有些變化應該會好看些 怎麼知道變化大到是不同的故事 他很厲害 他很厲害 我們之前看著用者打魔王 中間打著用者會退場 他會退場 不過他被自己殺死 然後他到對面告訴你 其實這班所謂的江湖好手 其實都是奸的 你發現魔王殺死了的人 數目是零的 全部都是自己殺死的 正義才是 自己對自己的貓 其實 我想到魔王殺死了一個人自己 自殺 自殺 我不會寫你手上 我被你殺死的寶物 其實這事情都很虛冤 這套東西就是所謂的合議 所謂的江湖的正氣人物 那些明星 正如蛇戰那些人說 隱藏 你把自己的卑劣的地方隱藏得最好的人 就在江湖裡最行得最好的人 江湖有一句很大的名言 你們是不是忘記了 就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魏君子 什麼魏君子 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我說守華燒這種態度 那 表面有很多合議的聲明 明星很厲害 但其實他在背地裡做了很多陰真事 最慘的是他在嘲笑你們 你們一開始已經以為合議 這個神組已經不是 就是知道我們整群不是合議之事 有利益才過來幫忙 你以為真是RPG打魔王嗎 這樣 這麼無常 你是不是看動畫太多 所以那些射箭佬的雪教 那一刻我發覺 我真的在看虛冤的東西 他在教訓我們這個世界的真理 很殘酷 你見其他玩RPG 現在無故要保護公主 整群用隻衝上去 有利益 之後有著數 不然就無實實幫你 他在說什麼分裝 他在說什麼分裝 這套故事應該最後有些轉節 就是分裝不暈 就是這樣 魔王 其實他前面很公式 總之大家衝上去 我們打這個什麼山 集集齊所有的同伴去攻打這個魔王 不是 有三個山 攻略法是怎樣打怎樣打的 分配了 就是告訴大家 其實是輸出的打 那才搞笑 那前面劇 很快的 那時候被人救病 就是前面那些比較好公式 應該做得好看的劇情 就是你一路上打魔王 應該很刺激 打兵仔那些劇情 不是兵仔 你說元氣中可能有鋼布 那鋼布打 那鋼布打完他們 可能虎子一番 然後贏了 不過不是好像藥材 然後在後面發現 原來那些根本不是重點 那些 所謂的魔王 根本就是那些什麼 隔壁的影帝寫最魔王 不是他鋼布了伏筆的 那些地方 其實是 就是為什麼我們後面會突然零下相看 因為前面那麼滿戲戲 原來看後面 喔鋼布了 原來是這樣的意思 雖然他沒有像小元那些 那麼衝擊式的 即刻轉了整個故事風格 但其實他某程度上 都是在同一個套路 他前半被你以為 其實我想回來 其實虛遠的訪問是陷阱 說那些 那些簡單點的東西 就是那些最容易接受的RPG故事 你不如信他說話 你真是太天真了 小元他是這樣的 其實兩片差不多 他好像一個很正常的日常展開 但發覺有些奇怪的東西 你聽一下 聽人們的對白說的東西 有些古怪 他對人其實好像不太合作 他們沒有什麼有意 有情勝利努力 很奇怪 但你聽不到什麼奇怪的地方 小元也是一樣 但小元第三集跟你說 這個魔法少女的世界有多邪惡 他到最後四五集才說 這個團結是一個賊鬥 所以 刀技封三人 其實單翠就是小元一樣 單翠就是小元一樣 咦? 整班都是壞人來的 咦?你要偷我的東西? 咦? 這樣就被人陰了 世界不是很美好的嗎 所以那一刻我們就好像小元一樣 好像看小元的時候一樣 你在那一刻才發現 原來故事在這裡 這個真的是阿虛遠的作品 還有之後他發現 其實那樣東西是計中計中計 我打算玩分身術 一個是偷你金 一個是偷你劍 誰不知我已經算了這一步的關係 我已經跟其他合作了 拉攏了他們 去計算了這個 那我那個就陰到你 其實就是圍剿你 這些是計中計的 計謀一邊的 整班鬥志的 其實是 國保皇其實你去到告示 你都看到 其實基本上是被人過了 整班人都是 他吃著花生 哼 聽說你九文大明的 騙中之騙的騙中能手 我看看你今天怎麼玩 例如他整個花生 他很無敵 他很空虛 他很寂寞 他等人來玩 魔王以為是重點 魔王那把劍不是重點 然後那把劍 打算分裝是重點 那把劍分裝也不是重點 魔女就笑了 射箭 你以為可以賣到錢 那把劍就只鎖住魔 我就是想自援帶魔王回來 你批個傻子 都是給我玩的 好啦 然後告訴你 其實你們這班傻子 就是 有一個西域來的英雄 是啦 上屬 這個不患就告訴你 你們在這裏打生打死 做甚麼 這些劍 這些垃圾 我已經不要很久了 因為我是不要 再漂亮一點 我都有 不是很多把 都是沙多把 小孩叫你骨骼 正奇 我這裏 黃之財寶 拿一把給你 沙多把也不是很多 你們說世界末日 我一個人單跳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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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 他們差那麼久 那把是R級武器 只可封印不能消滅 他這把 SSR級 封印了之後 過幾百年 會自動消失到你 黑洞級武器 等級多高 握甚麼呢 我大把 吹啊 我還要揭開卷座 哪把 用甚麼方法好呢 其實那一刻 他開了一把武器 就是RPG 武器界面 三十幾把神器 這次 打個中波士 用哪把 其實東尼和西域 是兩個伺服 他在西域已經封頂了 很悶 封頂了 還要是無敵是最寂寞 很悶 過來東尼伺服 玩一下 三十六個副本任務 全部都做齊了 拿了所有稀勢 旗補 都齊了 我看看東尼有甚麼玩 其實當年新手村 我不是怎麼玩過的 那些武器都沒有了 好像是同仁那樣 假裝低級 玩一玩 然後那些小貓團 不要理他 死了 野團傷音 我是不要緊的 反正最後 我都是有大把東西 同仁說 我站著被你斬十刀 我都沒事 所以其實這個故事 是一個打臉 打到最後的故事 不是假裝豬吃老虎 那個大魔王 以為他很厲害 以為那個雪仔 只會偷東西 跟他玩小技術 我玩到不玩 才是跟他玩偷東西 不是 他在東尼這個沙發面 念劍士 Saber 練到封頂 不要玩我轉職做盜賊 Joker 你以為他真的做盜賊 所以我覺得更好 應該要東尼打臉技 誰打臉笑到最後 就是這個故事的重點 不是啊 最後幾好 都是想著 單翔會不會黑化呢 這個世界 全部人都出賣我的 我不信這個世界 跟著有個金髮的英俊男生來救你 嘩 倒閉了他 這個故事都告訴你 這個故事 世界上還有存在的正義和正直 善良和正直都是可以的 要先有一個封了頂的屈基人物 這個世界的糾正力 就可以抗衡了他 所以世界還可以長存這個正義和善良 總之世界怎樣玩呢 你玩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主角出來就會救世界 不是這個是金融 或者應該是武俠小說界的一件事 力強者聲 是 我帶你過來 我講話當然是真理 是啦 那個正義和善良不需要最厲害的 有個厲害的人看著他就可以了 這個是中華 應該是江湖片裏面的一件事 就是拳頭硬的道理 我覺得如果我聽到你們這樣說 這個故事他是很掌握到叫做江湖險惡 其實是的 阿麻介紹的時候 都是把江湖文化放入日本 所以其實你想想是一種武俠小說 有些武俠是說俠氣俠義的武俠小說 有些是說江湖險惡的武俠小說 很邪道的 你這樣說的是說 那些俠義的對白呢 沒面子的功夫來的 就是告告得我北群上身的 其實是想要你不見病去賣錢 你見到的 雙叔說一些話 有什麼叫man 這麼男生 之前人家當他是傻子 你很餓夠膠 說些廢話 之後見到他這麼厲害 你真的覺得很有道理 阿大侯 太多變得結塊 這就是正宗的膽子 不過我覺得這個想起 這個其實是非少人的結局 設治當年做不到 就是他的聖杯都拿不到他想要的世界 就可以從此變得和平正義的事情 這裏就是不患是正宜的 我就是拿到世界上最厲害的東西 所以我這個世界就可以有和平和思量 這個世界的真理就是我手上 因為在我手上 你們這些傻子不斷爭都爭劍 搞到江湖那麼多紛爭 那麼多仇殺 我全部都給我自己 你們沒得爭 他原本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設治做不到的事情是他做的 他為什麼要搜尋這麼多冥氣 就是防止華人作惡 他就是因為這件事 那些華人才打他保劍的主意 那不要緊 一個最厲害的人 保住最厲害的事情 那些華人打他都是被打死的 所以他真的設治做不到的事情 他做了 這種就是另類的和平手段 就是只要絕對的武力 絕對的武力 你就可以令一切的戰爭 世界上的分析是最厭目的 就沒有力加進了西洋 那這套東西有第二季 我都很期待 但其實他的銷量不是很高的 不要緊 Picnic那邊錢多 金主 銷量不多 因為他預算出貨是1500隻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的 那1500隻是完全 這次是1500隻賣完 再給人家訂 最近訂的 就是第二、第三單會來的 我想台灣那邊也挺有人氣的 還有台灣、中國、外國 好像幾個國家都可以買 還有他有銷售大陸 我想大陸那邊應該都是多人氣 現在日本很多動畫都是銷售大陸 有BillyBilly會補 但是這次的圖片 連外國也有興趣 那些貴人也有買的 有四個國家好像買的版權 有新的東西 始終有台灣那個 那不是做到Pic特色的東西 那不是做到Pic一直想做的東西 Pic就是想打出海外 那他真的做到了這次 那不是很好 吸引了大手 那不是好啊 金主繼續賣錢 虛遠繼續寫他想寫的東西 對呀看看你逐集寫什麼 寫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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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寫下去先 但是 虛遠說他想寫下去的 嘩最大的問題是 下次是什麼 但是我們已經知道他封了頂了 什麼藍岸新手村力險記 繼續約賽就知道他不停在這裡 新手 記不記得阿東 阿西叔出來說 他說要做些事情 當然之後可能還沒做完 可能想來東來這個村打 一些稀有素材任務的 西面那邊沒有 東面那邊才有的 可能下次是東VSA 沒有人 西應該都追 東應該都追不到 那這套東西就 如果我們沒有看 看回吧 我覺得就算你對報道戲 不是很有興趣 其實有一件事很值得提 就是說 甚至乎你如果看這套東西的 那些戰鬥畫面 其實我甚至乎 某些戰鬥畫面的場面 其實是比動畫更加精彩的 這個反應 因為動畫 好簡單 你今季看看QC的物體 你戰鬥的時候會定格 他畫不像的話 但這裡不跟他人物本身公仔 其實今季最近戰鬥是他 不是 但其實他是一個一閃流的代表作 你明知道他講過超必 就會對面 但是他那個精彩的場面 你會感受到 不是 他抓得神髓 雖然說他快 但某些關鍵的招式比拼 會突然放慢鏡出來 不過其實我覺得有些問題 就是他講日文 那些對白太長 你見到最後一集 最後阿嘴炮跟他講話的時候 一路打一路嘴 你說完之後 那些對白很長 一路打一路嘴 我相信布袋經常都這樣做 甚至乎不是布袋 很多動畫都是這樣做 還有我覺得QCode要學一下 就是這套東西放大招 然後炸了地球出來 有一幕是這樣 這套是合理的 我覺得是型的 QCode那些是不是的 OK 這套我們先講到這套 好 下頭